中国女排试联赛征程继续 蔡斌面临压力 王宝泉呼声剑起 随着试联赛前两战的比赛落下帷幕 中国女排即将转战中国香港 迎来第三周的激烈角逐 然而在前面的比赛中 中国女排未能如愿夺得奥运会的门票 尤其是0比3的惨败给意大利女排 让主教练蔡斌成为了球迷们关注的焦点 甚至引发了关于她是否应该下课的热议 在这样的背景下 蔡斌无疑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与此同时一些球迷开始提议让王宝泉 这位天津女排的功勋教练 接替蔡斌的位置 继续带领中国女排前行 这个提议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王宝泉是否真的有实力取代蔡斌 他的爱徒李盈盈 又是如何看待蔡斌这名主教练的呢 从执教能力上来看 王宝泉无疑是一位出色的教练 他近年来带领天津女排 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培养出了李盈盈等优秀球员 在人才培养和带队取胜方面 王宝泉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能 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而且从年龄上来看 王宝泉与蔡斌相差无几 如果他愿意接手中国女排 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 然而问题在于 王宝泉是否愿意接手这个烫手的山芋 中国女排主教练 这个位置并不好做 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 即使是像郎平这样的功勋教练 在东京奥运会结束后 也遭到了部分极端球迷的攻击和辱骂 因此如果王宝泉取代蔡斌后 未能取得佳绩 他也可能会面临同样的命运 对于王宝泉来说 他可能会对此持谨慎态度 不愿意轻易接手这个重任 另一方面 关于蔡斌的能力问题 李盈莹给出了他的看法 在结束与意大利女排的比赛后 李盈莹点名提到了蔡斌的执教能力 他认为蔡斌在那场比赛中的临场指挥 并没有太大问题 而在之前的封闭集训中 李盈莹也感受到了 自己身体素质和体能的提升 这表明李盈莹对蔡斌的执教工作 持有感激之情 她认为蔡斌为她的成长做出了贡献 此外排协高层赖亚文的态度 也值得关注 她在这段时间一直跟随中国女排 从集训到比赛都陪伴在球队身边 从她的举动可以看出 赖亚文对蔡斌持有支持的态度 除非中国女排无法进入巴黎奥运会 否则蔡斌很可能会继续担任 中国女排的主教练 对于球迷来说 现在不妨再耐心观察一下 第三周的比赛将是一个重要的考验 我们将看到蔡斌如何带领中国女排 应对挑战 希望中国女排能够团结一致 发挥出最佳水平 为自己赢得更多的荣誉 简直播之内 简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